文佛音见佛法 文佛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内心和行为的不清净 所谓一切为心造 心生万念 一念绝就是佛 一念谜就是魔 但是现在很多人却完全不在乎邪淫的果报和严重性 甚至大肆造业其烦恼 乐此不疲 我们要知道的是邪淫所带来的恶果 其实丝毫不亚于杀生或者口业 佛门里曾有这么句话 百善孝为先万恶赢为首 从中可见 邪淫是万恶之源 人一旦生起这个邪淫之念 恶因也就随之而起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它会成为你人生的业障 并障碍你的修行 要知道我们学佛就是在修心 心若不清净 哪里都是污浊之气 哪里都如同地狱 既然知道邪淫的危害 我们该如何对峙呢 我们又该如何找回那些因邪淫损失的福报呢 小编找来了七个因邪淫损失福报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被邪淫困扰的人 是如何转醉为福的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故事 新某年间浙江省的考试围场前 有人突然梦见众神在那聚会 考核众多考生 决定有哪些人考取功名 众神原本是想要让钟郎当榜首的 但是钟郎曾经造成一女子寒去怨恨而死 于是坐在中间的主神便说 他德行有缺 不可录取 许另找一人补名 旁边的神便提议 由于寻代替 某人做了此梦后 便将自己的梦境告诉了钟郎 并询问是否属实 原来钟郎曾淫污了家里的婢女 甚至还导致婢女怀孕 但钟的妻子不愿容纳该婢女 婢女因此选择跳河了结自己的性命 此后钟郎时常想起此事 内心坠坠不安 再听到了这个梦后 心中更是恐惧 果然在该年的省事中 钟郎没有被录取 而且考取榜首的正是鱼群 过了不久 钟的妻子也病死了 钟郎更是害怕万分 此后便尽心尽力地去做善事 以求能够弥补罪过 随着钟郎持之以恒的行善结果 终于让他在下次的省事中 考取了榜首 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 钟郎虽然淫人致死 罪过很重 但是在经过他不断努力 改过尽力行善后 最终还是得到了 自己原本应得的福禄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故事 明朝有一书生名叫曹志涛 经常和陵妇暗中私通隐行 林妇的丈夫在知道了自己 妻子的不忠后 恼怒非常 企图干掉这对肩夫淫妇 于是便于一日 林妇的丈夫假装和妻子说 我明天要出远门 续经数日才能回家 你要好好顾家 妻子听了以后暗中欢喜 第二天便约曹志涛晚间来家中优惠 当天曹的多位文友正好前来 邀请他参加诗文聚会 曹因已和林妇有约 便通通都拒绝了 网友们知道 曹一定是想和林妇约会 才拒绝参加诗会 不忍心见他德行堕落 就强迫他非参加不可 于是大家便一起将曹拉到文会所 并预防曹先行开溜 主持文会的朋友便说 今天大家轮流做诗文 并且要夜宴尽罪才可回家 之后朋友更是令仆人把门封锁 曹因此大窘 不得已随便写了几篇文章交与朋友 希望以此告辞赴约 朋友们通通不同意 并罚他喝酒 为了不让曹夜晚去做败德的淫事 文友们故意把曹灌醉 等曹醉得不省人事时 才一起送他回家 当天夜晚 林妇按约以门等候曹 却久久不见曹来赴约 这时有一个吴赖汉 见到林妇不时张望门外 吴赖知道该妇平日不守妇道 见他已忘 八成是等不到约会 吴赖汉便上前挑逗该妇 该妇竟也带他进门迎行 而这时早就守在家门外 暗处角落 潜伏查看的丈夫 看到此情此景后 便手持斧头破门而入 将吴赖汉和他的妻子 通通了结了 第二天这件事情爆发 曹志涛听了惊出一身冷汗 曹立即邀请那些闻友们 除了拜谢他们当日 阻挡自己赴约 让自己避过了一场杀身之祸外 还请闻友们当面作证 并向天神发誓 永远借出邪淫 并要积极行善补过赎罪 从此曹志涛时常三行自身 经过数年后 更是顺利考取了近视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日如果不是曹志涛朋友们 强拉曹去文会所 并阻挡他赴约 那么这个时候死的就不是无赖汉 而是曹志涛自己了 由此可见生死只在一念间 不邪淫便得生 邪淫便得死 希望大家看了此例 能永远记在心 引为借境 我们接着看第三个故事 上海市有位姓崔的绅士 重金请人画了十几幅春宫宁画 这位画师也是记忆了得 每幅画都画得唯妙唯笑 让崔某很是喜欢 每天都要观赏一下这几幅春宫图 后来崔某得了虐病 每次虐热发作时 就见到十多对赤身裸体的美男子和美妇人 被两个鬼族挖肚抽肠 血流满地 紧接着鬼族又对崔某抛肤勾肠 崔某每次都疼得哀嚎惨叫 崔某在连续发病后 仔细回想了自己发病时见到的幻境 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定是自己受到了那十几幅春宫银画的报应 在崔某豁然醒悟后 便急忙将那银画全部烧毁 神奇的是 就在银画烧毁后没多久 崔的病竟然也跟着不要而遇了 在崔某病好后 为求赎罪 他更是捐出了自己的钱财 并应送了许多不可路 后来崔某身体健好 精神健忘 最后居然还连得了六个儿子 第四个故事 四川人钱大精 长得神貌俊秀 而且下笔千言 文才很好 但只要参加考试 却屡次落地 钱大精百思不得其解 便向文昌帝君导求 当晚他便梦见青衣童子 引导自己来到帝君面前 帝君命神力查看布册 册上记载着 钱大精本当二十岁 考中相榜第二名 接着考取电视会考 文明天下 官位做到二品高官 寿命想七十三岁 但是由于曾经编造了三部邪淫的书 因此功名全部削夺 寿命也被削减了一部分 于是帝君劝于说 你平生存心忠厚 而且在校友方面也没有过失 可惜你不该造那淫书 使得许多男女看了你的淫书后 拜明丧节 要不是你在前世时曾经积了许多阴德 你今生早就没命了 并且死后还得入地狱受苦 等钱大精醒来后便发下重视 自己不但借淫 而且还要广卷众人借淫 从此他遇到人就劝人借淫 遇见淫书就设法烧毁 后来他以明经认官 活到六十二岁才逝中 第五个故事 明朝神宗时 武经人张伟和某生 一起到南京应试 在抵达投诉的旅社当夜 旅社主人梦见迎接天榜 天榜上的谢源 乃是和张伟同来的某生 主人便将这梦告知某生 某生听了得意洋洋 主人的两个女儿住在楼上 也听到了 怦然心动 于当晚叫婢女招迎某生 并垂下步慢坐梯 某生拉张伟一起爬步梯上楼 张伟爬到一半 突然自行 想到自己是来考试的 怎么可以做这样随宁德的事 因此急忙随身退下 但某生已经爬上楼去了 当天晚上 旅社主人又梦见天榜 见到榜上的谢源 已经换成张伟 此日 主人将梦中所见告诉某生 并问他是否做了败德的事 某生听后面红耳赤 不敢回答 到了考完试放榜 果然张伟中了谢源 而某生竟落地 此后某生大为惭悔 最终贫遇而终 第六个故事 曾有个叫张宁的人 娶了很多妻妾 可是到了晚年 却生不出一个儿子 因此他便向家里的祖庙拜祷说 我到底有什么罪孽 至今没有半个子女 以至断了祖宗的香火 结果旁边突然有一妾出声说 只要不耽误我们 便是应得 张宁听了内心惊剧 幡然醒悟 后悔自己不该为了一己的私欲 纳了这么多妾 以至断送她们的幸福 后来张宁开始暗查 凡是不愿留下的 便让她们通通改嫁 结果到了第二年 张宁便得了一个儿子 最后一个故事 明朝向西县 曾梦见自己能考中鬼卯年的香氏 榜上提名 但却因曾隐污两个年轻婢女 而被天神削取她的榜名 西县醒来后发誓借除邪淫 并立行善事来赎罪补过 经过一段时间后 她又梦见自己的名字 再次恢复登于天榜 果然她后来不但考取香氏 而且还在数年中又考取会氏 殿氏 功名不但恢复 还更上一层楼 由此足见曾犯下淫过 但只要能痛改前非并立行善事 一样可以再获福报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所谓天道祸淫不加悔罪之人 是确实可信的 所以世人不能因为曾犯淫行 清白以损 便自暴自弃 甘于沉沦堕落 一定要相信 只要你能够痛下决心 试改前非 并且广行善事 那些因为邪淫而损失的福报 自然也会再次回归 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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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